郑委员好 首先我想外劳跟本劳脱钩的这件事情 刚好我们在上周的时候 本期也咨询过我们的主委 那么刚刚听到主委的宣示 我对主委的高度的肯定 同时两个有政务官风范的主委跟署长 都在本委员会 也某个程度彰显出我们委员会问证素质 的确是非常的优秀 所以我想就这一点来讲 我们也很乐于看到我们这个政务官 基于政策原则的一种坚持 那么相信对的事情就应该大声的说出来 不过我们今天因为是在关心这个外劳的事情 那么根据劳委会新的政策 会在未来将三级制改为五级制 那么做一些调整 那么如同刚刚有些委员也都关心到 我想请教主委的就是说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产业结构的调整 也因为未来长照制度即将 要积极的做这个严理配套的上路 所以呢 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看护工的这个外劳的部分 在人数上有逐渐的上升的趋势 那么就这一点来看 我想先请教一下老委会在政策上面 是不是支持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呢 就是说老委会这边基本的态度 对于未来外籍看护工的人数不断的上升 这样子的一个趋势 有没有什么基本的看法 我跟委员报告就是说 目前我们整个社福外劳的政策是主要是因应国内的老年人口 跟身心障碍者人数增加而造成的 是 那我们原来本来的基本的那个 呃基调或基本的政策制定的目的设定是没有改变的 那我想 会这样的自然造成的那个增加的部分 是 这个我能理解 就是说因为现在的这个台湾的老人化 人口老化的程度 当然有很多需要这种长期照护的这个人力上面的需要 但是我想要请请问进一步请问主委的就是说 那么因为我们现在长照制度正在积极的研拟当中 未来呢 呃会上路 一定会上路的 那么您认为 长照的这个制度的规划的过程当中 我不知道老委会有没有做局部的参与 那么未来如果长照上路的话 到底外籍看护工会因为有了长照制度而大幅增加呢 还是减少呢 还是没有影响 有没有想过 有没有讨论过内部有讨论过这之间的关系 跟委员报告 我们比较期待的是 如果今天长照制度能够通过的时候 最好所有的这些 呃家庭的看护工 全部都受聘于机构 然后机构直接来派工 是 这就是我的问题 那这个机构他会请外籍看护呢 还是他会怎么处理 就是说本国看护跟外籍看护之间 彼此怎么样来做搭配 就有点类似我们现在目前的 是我想主委 我问这个问题的原因在于说 因为劳委会现在是负责劳工的部分 那我知道就是说 这个长照制度是内政部在规划 可是这中间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精神 就是说 今天的长照制度可能会发展出两种不同的面貌 过去台湾有很多啊 不只是跟劳工有关或者是这个社会福利有关 就跟这个社会不是隔离的 不是脱离的 跟家庭跟社区 他依旧还是有他做一个人的基本的尊严 他生活上面跟社会之间的互动 这其实对老人来讲是很重要的 那但是呢 你要把它社区化 在地化 它是需要很多相关配套的 那你很可能快速达成目的的 就是说我今天有很多的机构 因为马上就会有很多私人机构 他要成立很快嘛 对不对 然后呢 你政府不管是透过保险也好 你透过什么样子的一个社会福利制度也好 那你变成是很可能是出现很多大型的机构 然后呢 他们就很可能去 聘雇外籍的看护 然后来解决 长期照顾老人照顾的问题 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在这个两个制度的规划的过程当中 虽然不是劳委会在规划 是内政部在规划 可是它会影响重大的形态 因为如果我们今天是社区化 在地化 那就会增加很多社区在地的 这个看护人口的聘用嘛 那如果他是机构化的话 他在成本效益的考量 他一定是去雇用外劳为优先考虑嘛 他能雇用他就雇用嘛 剩下才用本劳 所以说 我是希望在这边 在内政部 在演你这个过程当中 事实上 社会福利也是本委员会所 所这个监督的一个对象 我们也一直在讨论这个事情 我是希望在这里提醒劳委会 那么站在劳委会的这个外劳的 政策的立场 尤其是看护工比例 不断的增加的立场来讲 希望他们在形成决策的过程当中 劳委会也能够积极的 把这个考量放进去 是 不然的话如果说你今天老委会顺应 就是说整个社会自然发展的情形 就是会造成像我刚刚所说的那样 因为你要社区化在地化 它需要很多配套 可是如果你机构化很快 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商机嘛 以后以前我们都说赚老人的钱 小孩 对对不起 赚女人的钱赚小孩的钱最好赚 未来在台湾就是赚老人的钱啊 这个是一个趋势 所以我们希望不要让他财团化 我们希望不要让他变成是盈利的 这样子的一个考虑 那你缺乏了人性 我们大家都会老啊 对不对 说不定以后我老了以后 我也要进去长照机构嘛 对不对 那我们总是希望老了以后 好像不是像游山解考一样 就把它丢到机构里面去 好 就这一点是不是可以请老委会 就在这政策方面 我刚说的这个方向 应该还是符合老委会 基本上外劳政策的考量 并没有违背的地方吧 我想了解的是这一点 是 跟委员报告 就是说 它如果是一个社区化在地化 当然更符合被照顾者的需求 对对对 对 这样的方向 其实我们也是支持的 那对老委会来讲 我们比较期待 就是说 除了人力的考量以外 最重要是 如果外劳不是那么的 跟家庭 一定要24小时住在一起 对外劳的整个劳动条件的保障的部分 会是比较走延的 起码老委会要介入去做劳动检查 是比较方便的 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 我现在不是说 我反对它机构化 我反对 我现在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希望说 它不要因为长照的制度 造成了 就是说 它就是便宜行事 我就大量的机构 然后我就雇佣外劳 就解决了 那照理讲 这似乎看起来不是老委会 那是内政部规划的职权嘛 但是我认为 你们在配套规划的时候 应该把这个考量告诉内政部 因为你这样子 等于是说 好像无意之间变相的 会提 就是鼓励了 聘用了这个所谓的 外籍看护 而让本籍的看护 或在地社区的 他们这个机会就减少了 懂我的意思吗 那好 那你讲到刚刚看护机构 在我们还没有完成长照之前 事实上 我们办公室上礼拜 有开记者会嘛 那这个事情已经是 一个长期存在的一个 非常严重的一个现象 那就是很多 不要说其他的工厂什么的 我们今天就讲这个看护好了 很多的私人养护中心 他就跟医疗诊所勾结 然后勾结了以后呢 他们不但虐待这些外劳 所以他们通通变成人口贩卖的受害者 就已经让台湾蒙羞了 他扣留外劳虐待外劳 他还扣留他的健保卡 那因为他们本身是医疗看护机构 从来蒙羞羞身上来倒刷他的健保卡 可以说我是觉得非常的可耻 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未来你想想看 我们长照机制度通过之后 我们希望他社区化在地化 但是难免他还是会出现很多的 这样类似的机构会出现 或者是私人的机构会出现 他们一定会雇用外籍的看护 现在在台湾看护中心 就已经有两千多家了 未来会更多 那是不是像这样子 他们普遍的雇用外籍的劳工 但是他们的权力受损 又倒刷健保卡 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我希望劳委会能够在同时 在推动政策的时候 看到他的弊病 看到这些人专法律漏洞 看到这些二职的雇主 他是怎么样在 在这从中谋不当的利益 甚至于等于是 A我们国家的钱 所以过去我觉得劳委会这项 实在是还是做得不够 在整个全面性的劳动稽查的过程当中 还有对于这些外劳的雇主 因为外劳极度的弱势 上次那个劳委会的代表说 你们外劳进台湾的国门的时候 也有跟他说明 他们有权益什么的 问题是他们很弱势 你也知道 他有再多权益 他都不敢讲 他怎么敢出来对抗雇主呢 所以我想就这一点 是不是还是请主委 我们还是希望 主委还是在这里宣示 对于这些不法机构的 绝对不宽待 绝对严加查处 彻查的这样子的决心 是跟委员报告 我们一定会对类似这样的一种 非法的一些行为 我们会加强查气 所以我们在98年的时候 虽然已经做过了 专案的劳动检查 但是我们今年持续一定会在做 一定会在做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雇主 都不要心存侥幸 是 那我想是这样 我想再请教一下 就是说 你们现在有一个新的制度 就是说他现在外籍劳工进来之后 因为这个雇主 那他如果说在三方同意的情形底下 可以让他允许转换雇主 那么因为现在很多这种现象 其实是因为原本的雇主 他的劳动条件过磕 虐待 或者是两边可能没有办法磨合 所以有很多逃逸的外劳 那么这个逃逸的外劳呢 我不知道你们这个政策 是不是要解决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这种缺乏弹性的现象 让他可以改变雇主 但是实际上 这些外劳 基本上 这个制度设计看似美意很好 但是我实在是很怀疑 这个 这个外劳 他有这样子的一种 好像 不要说外劳 我看连本劳都很难 就是说我们两个雇主 大家敲我 我叫我这个老家 我叫我这个老家 感觉上 好像很难想象 那现在 甚至于有很多非法的仲介 利用这个东西在谋取暴利 这其实就是跟人口贩卖没有什么两样嘛 所以我现在请教一下这个主委啦 这对于台湾第一个 这个非法外劳的仲介 那么老委会这边 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办法 另外就是说 合法的仲介 都 大家都知道 他们谋取暴利 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啊 那么是不是代表这个制度 应该要有一个彻底检讨的 我们刚刚一开始讲说 本劳跟外劳的工资不可以脱钩 但是问题是说 这些外劳并不是真的拿跟本劳一样的工资 大家都晓得 因为大部分都被仲介拿走了 所以大家都以为说 啊我们这么多钱拿去照顾外国的劳工 不是啊 我们钱都拿来照顾本国的仲介业者 那么这个制度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去面对它跟检讨它 我认为 在台湾所以 换句话说 本地劳工跟外地劳工有时候这个对立是虚假的 因为外地劳工他们根本没有拿到这么多钱嘛 我们好像 好像台湾看似不错啊有这个基本 工资 但是实际上中间通通都被仲介转走了 那我不知道老委会有没有去检讨过相关的这个制度 是跟文报告就说 凡是在看这个制度的都会想说如果当初 是直接聘估而不是用仲介的方式来做处理啊 可能今天没有这样的问题 可是事实上时间很难 倒退到当初的那个时间点 那我们现在目前只能够在目前寄存的现状里面 用什么方式来做处理 直接聘估就是一个我们在谈的一个制度 直接聘估 另外一个 开放直接聘估 对就直接聘估 直接聘估就不会有仲介的问题会产生 我们现在 要求我们的同仁啊 这个量一定要增加 那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部分其实我们也在跟 跨国的合作 譬如说 来源国 其实很多的 很多的仲介剝削其实是来自于来源国 那我们跟来源国的 这是双重的剝削 跟来源国的合作 不止他们政府 包括也许他们的民间 他们那边的仲介业者 他们那边的民间团体 他们那边的民间团体 如果类似我们这样的 营蒙这样的组织在的时候 他在当地才能够去处理这个议题 监督他们 对不然我们没有办法去处理 还有国际舆论的压力 对他母国的部分的一些制裁 好 谢谢 谢谢主委 那个主委啊 我要纠正你 早就在成局主委的时候 就已经国与国的 这一个引进外劳 早就已经存在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 只是你们执行不利而已啦 好不好 这一些仲介业就是被你们中容的 那接下来我们请郭榮忠委员 麻烦咱gh 谢谢IR 给 unanimously 感谢观看